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学的修行者是什么 他会把报业转成 哇 在宵夜 哇 在宵夜 他会以这种知见来认知 你不要以为这是个迷信啊 至于说宵夜他造了什么业 他也不知道 因为佛学是站在三世 就是说他一看看三世 他不自看这一世 所以说十方三世嘛 佛学的时空观是过去现在未来 还有十方十个维度 他不自看三维 所以他的时空观一扩大的时候 他就说今天我遇到的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都是有缘的 那这个缘有的就是要债的 有的就是欠着还债的 有的就是伤害我来了的 有的就是我伤害他的 因为都是缘嘛 有善缘有逆缘 逆缘来了互相伤害 善缘来了互相成就啊 互相会 所以这种缘每一个来了我都都受啊 所以逆缘来了我都承受啊 我受我就是了逆缘 那了的过程中你不能抱怨 你要抱怨再加上称恨 你就又接了新的恶缘 这个逆缘是滚不完的知道 那就好像哎呀 了了三年没了 了了五年还没了 你要是停下称恨和抱怨 半年就了了 哎 了了以后你突然发现 你们俩说话对 哎 体重恰的好像互相理解了 你会发现这个人怎么变好了呢 我也没变他 但是不是 是因为你们的逆缘了 所以这个世界很很恶的人 也有人夸他 是因为他在你面前撕下了恶 在别人面前撕下了善 知道了 有的人很凶啊 是不是 但对他还是挺好啊 是吧 他一转身对这个人恶和和 对那个人他就笑了 难道那个人真的比那个人好吗 不是啊 他跟他有逆缘知道了 不抱怨不称恨 就改这两个就行 你说不生气这个难嘛 我们怎么都不生气烦嘛 你说不伤心也难嘛 受伤了不伤心嘛 是吧 不抱怨可以 我不抱怨 我认了 我从现在可以 我不恨 不称恨 然后呢 我内心生起柔软和慈悲 我向观世音菩萨学习 向文殊菩萨学习 向大菩萨学习 你向观世音菩萨说 有求必应啊 凭什么 凭什么你求他 他就应你 是吧 你给他好处啦 是不是 我是举个例子 为什么他会发愿 有求必应 有的众生挺讨厌的 凭什么应啊 比如伤害你的众生 你有观世音菩萨 站在那儿 没人伤害他嘛 我是举个例子 因为佛教里的菩萨 是观世音菩萨 他也是在影帝修的 叼那个树像 只是一个大家的时候 一个像 以像表法嘛 是吧 他大慈大悲嘛 至于大慈大悲是什么 我们现在不了解嘛 是吧 听说就是 就像妈妈一样 挺慈爱的嘛 儿子再埋合 他妈也会宽容他 爱有恨 可能大家就这样理解慈悲的 是吧 但是他不知道 这种慈悲还是有的 人家菩萨的慈悲 是有无为力的 知道吧 他是说平等性下 那无为力 无所不能 你妈妈的爱也没能力 知道吧 只是一枪 就我选 我爱你 人家儿子不丢气的 要谁也没办法 都是真的是 改不了什么东西啊 自己的一些行为也改不了 习气也改不了 但佛菩萨都是无为力 知道吧 思无为啊 都是很厉害的 那都是智慧的力量 知道吧 但是他们这么有力量的人 为什么不去陈恶阳山 为什么有求必应 那坏人要求来怎么办呢 那不灭了他 为什么要有求必应呢 是吧 好人求求吧 硬了就算了 那坏人呢 那杀也不眨眼的 魔魔球也硬吗 他说有求必应 你的阅历是这样的 知道吧 他们是怎么看待 人世界的善恶的 难道我们不应该 就是去想一想 说明这个世界的善恶 就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个样子 连菩萨人家有信 人家就能看破 就觉得菩萨不受伤 惡也不受伤 善也不受伤 人家有游戏必经空 知道 我们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 就这么受伤呢 全身伤很灵灵呢 我们这么无奈啊 这么心里边 这么憋怯呢 委屈呢 因为我们局限在三围的 一个很小的界纹觉知里 你认为就是那样的 橘子就是黄的 苹果就是黄的 你知道这个概念 会让你很痛苦的吗 如果明天有一天 橘子变成红的 你会觉得变种 有问题 所以有一天 老公喜欢你的时候 你觉得很正常 不喜欢你的时候 会伤心吗 为什么会变呢 一定要怎么样 一定要怎么样 这些都是错的 一定要怎么样 甚至我们 我们身为人类啊 这么脆弱的人类 一定要健康 都是错的 你怎么可能一定健康呢 你怎么 活都说了 生老病死吗 难道我们不死吗 你一直健康 你准备活多久啊 恐惧得病 这也是有问题的 你知道 恐惧啊 得病可以治啊 这就像桌子也会坏的 我们治嘛 是吧 但是恐惧是错的 因为你生 从生下的 从生下的 你做一个 BB的那天 开始就注定了 生老病死会来临 磨那个烦恼会来临 这就注定了 八苦会来临 是吧 有时候从早到晚 八苦同时呈现 是吧 求不得 爱别离 喜欢的人跑了 不喜欢的人在这阅证会 然后想买个什么 想求个什么 没有 是吧 全身从头到脚不舒服 好烦是吧 天又下雨 上地也阴着又雾霉 是吧 好多事啊 然后自己又衰老了 脸上周围也多了 还长了两颗痘痘 各种各种烦 是吧 我们不要这些 我们想要的 我要美丽 我要拥保青春 我要有钱 反正这个世界美好的我都要 是吧 然后就很伤心 是不是 你不觉得这叫无名吗 什么 停下来静一静 想一想吧 我们不需要太多理论去改变自己 是 我们需要静下来 什么也不想 不想这些没用的 这才是王道 你哪有那么多心理吉他东西 教你说是 你需要怎么样 转烦恼为菩提啊 你需要人说 你那些东西先扔一边去 他已经烦了 你还叫他梦怀泡影啥呢 你多说一句就是烦上千烦 你能不能深呼吸啊 你已经烦了嘛 深呼吸先把那些灼气吹出去啊 你烦恼嘛是吧 深呼吸啊 蹦一蹦唱唱歌跳跳舞啊 深呼吸啊出去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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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 缺什么梦怀泡影这就是 都烦死了啊 梦怀泡影呢 就是当我们火爆来临那一刻 要积极对峙 不要再谈理论了 理论没用的 当然也有用 看谁说呢 是不是啊 是要么你我做这还比你有用 哪个大菩萨来也比你有用 可能我们就没用啊 因为我们 叫什么 人听言威 人家不把你放在心上 不大回事 我们用功夫 不大回事 我们用功夫 我用功夫 我用功夫 我的喝点 最后 我用功夫 有什么 有什么 好